出埃及记第十三章 耶和华告诉摩西说 在以色列人中 你要把所有投生的都分别为圣归我 无论是人或是牲畜 凡是投生的都是我的 摩西对人民说 你们要纪念这一天 就是从埃及维奴之家出来的这一天 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 把你们从这里领出来 所以有效之物都不可以吃 你们是在雅比越这一日出来的 日后耶和华领你进到迦南人 赫人 雅摩利人 西魏人 耶布斯人之地 就是他向你的列祖启示 要赐给你的那流奶与蜜之地 那时你要在这月守着敬拜之礼 你要吃无效饼七日 第七日要向耶和华守节 七日之中你要吃无效饼 在你四镜之内 不可见有发过孝之物在你面前 也不可见有孝在你那里 在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 这是因为耶和华在我从埃及出来的时候 为我所行的事 这要在你的手上做记号 在你额上做纪念 好使耶和华的律法常在你的口中 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 把你从埃及领出来 所以你要年年按着定期遵守着定律 日后 耶和华照着他向你和你的列祖所起的事 把你领进迦南人之地 把这地赐给你之后 你要把所有投生的奉献给耶和华 也要把你一切牲畜中 所有投生的小牲口奉献给耶和华 公的都属耶和华 凡是投生的驴 你要用羊羔带熟 如果你不带熟 就要打断他的景象 凡是你儿子中 投生的人 你都要带熟 日后你的儿子若是问你们 这是什么意思 你就要回答他 耶和华曾经用大能的手 把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 那时法老心力刚硬 不让我们离开 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 无论是人或是牲畜都杀了 所以我把所有投生的公生口 都献给耶和华为祭 但我所有投生的儿子 却都要带熟回来 这要在你的手上做记号 在你的额上做头戴 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 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法老让人民离开的时候 虽然非力士的路很近 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 因为神说 恐怕百姓看见战争而后悔 就回埃及去 所以神领人民绕道而行 走旷野的路到红海去 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 都带着兵器 摩西带了约瑟的海骨铜去 因为约瑟曾经叫 以色列人严肃地启示说 神必定眷顾你们 你们要把我的海骨 从这里也一同带去 他们从舒哥启程 在旷野边界的伊坛安营 耶和华在他们前面行 日间用云柱领他们的路 夜间用火柱光照他们 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 日间云柱 夜间火柱都不离开 众民的面前